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我家来到这边 就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半 没有吃早餐 就是要赶去做地皮 就不会吃到 休息日 我不是繁忙在读书 就是回来公司做Otti 我从来一生都没有这么忙 没有这么的充实 没有一个概念过 以前是有问题有困难 我就会找最容易 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很容易拿的 这个透脑粉很好赚 跟我前妻在办离婚 就想要逃避了 那时候毒品就很奇怪地 在我面前出现 然后我就想也不想 就马上直接抽回了 我就是执着在以前的婚姻 看不到女儿 我跟我妈妈拿钱 又不可以给我爸爸抓 因为她会骂我妈妈 2017年我捉牢出来 我妈妈已经得了癌症了 你问我我爱她们吗 我爱 有时候不是说我不爱 可是只是一个习惯 也不懂她怎样去改这个习惯 然后就一边这边坐 一边喝 他们就讲 你可以为了我们想一下 把这些改掉吗 我就是很想 可是我又很内疚 可是又看你们这样对我 这样失望 我更内疚 所以说我又不懂要这样做 我又走回这条路 因为常常是最舒服的 如果我妈妈不走 我不会改 所以我妈妈也很爱我 她也终究只希望我改 姐 两分钟 一分钟 半分钟就好 我最遗憾的就是 我花了很多不应该的路 执着在一些不对的东西 如果这些时间我放来读书 老套 如果我放来读书 今天就真的不用这么辛苦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错 每一个人都有错 你是偷拍女人 还是你是打抢 你是去不要罪 OK 都是错 只能回到你的身体 不要去顾虑 我这个是什么 不要让他抵抗你 在可能中间的人 真的就 不要再试了 不要再强求了 放下 放下一切你在强求的东西 重新脚步开始 这是我的过程 好 这是你的过程 这不是你的过程 这不是帮助我 所以因此它已经落下了 我认为我需要把棍子弄下 然后再开始 好 很多人在里面一直问我 你出去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给我自己一个三五年的时间 然后存够钱 取我的婚姻来分析 我要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九点到五点那种工作 就回家 吃饭睡觉吃饭睡觉 就这样 每天过这种生活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约翰 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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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需要不断 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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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